大家都知道来到水里火车站 有两层楼梯要走上去才可以上火车 虽然火车站边有提供声帐专用的人行道 但走路不方便的长辈却还是很难走到月台 因此乡名代表林梁镇特别募集到三台全新轮椅 捐赠给水里火车站 方便有需要的长辈在水里火车站来使用 年纪大的长辈是用车站提供的声帐专用步道 就算短短不到30公尺还是走了十几分钟 就不用说脚离不好的长辈 想要到水里火车站的距离可说是更加遥远 可是他们这地儿没有办法改 老人家还是要有人帮忙 地平民众欢迎 我们水里火车站有些身体专重的人数 如果落在这里要来我们水里方的时候 因为我们水里方这个地形 不是像外游那一块白天 算是落架面 行动较不方便的人 算是因为有障碍的空间也有空 要走一空 为了服务长辈 水里乡名代表林梁镇 上一间餐厅业者 却募到三台全新轮椅 要放置在水里火车站内 提供可以有需要的长辈 来出入使用减轻长辈的负担 这个很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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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师傅 头机会头机一听到 慷慨的一个人 就说这样没意思 要观三台这个轮椅 今天就在这里来观 我们水里火车站 也希望我们水用家 也爱事公务 这三台轮椅放在车站的柜台前 欢迎有需要的乡亲 在水里火车站园区踊跃使用 记者查试期 水里乡采访报道